大家好,我是口水晶 你们可以叫我水水或者鸡鸡 鸡鸡发现好多人的好朋友 或者你最应该的人 都是一个被叫做猪的人 而这部片子里 女主角小美也有一个猪朋友 不过她冲而拔时是一头猪 她是一头跑山猪 看到猪猪把狮子撞在地上太浪费了 小美拆过去就想踩她的儿子 但是爱量的她并没有这么做 因为这棵树是别人家的 小美从小就和猪猪一起长大 两人除了不能摆龙闷阵 啥事都住过 一起吃饭,一起睡觉 还一起经历生死 关键是 这猪还运用了物理学里面的定滑轮知识 救了小美 虽然小美很改动 两人互相许诺 余生还请多多乖躁啦 看到这儿你可能有点打老口了 这简子就是个猪精嘛 别慌哈 米国大企业家白发毛雨就说了 随着人口增加 为了解决地球食物不够的问题 研发新物种迫在眉睫 科学家利用飞转基因培育出了26头超级猪 并把这些猪送去了不同的国家的农民手里培养 看哪个能养出最肥最美味的超级猪 十年后的今天将举行世界母猪选美大赛 原来猪猪正是其中的一头超级猪 比赛的日子就快到了 这天米国公司怕了大爷人先来做直播 这不是大明星的吗 他是不是演那个对比赛的哦 你觉得我演的咋个样吗 百分之百本子演出嘛 看到长得那么好的猪猪 大明星非常的激动 哇 这腰流着 这背流着 这猪蹄蝗 于是悄咪咪的带走了猪猪 从首尔送去米国 拆下世界母猪选美大赛 小美很生气 你们怎么可以带走我的猪猪 猪猪那么可爱 于是悲痛又觉得他决定去死 也要把猪救回来 爷爷阻止了他 你哪有钱去首尔嘛 为了证明自己有钱 他打烂了纯铁棍 开到白花花的钢蹦 他最终选择了拿走爷爷的一坨24k 纯金金猪 于是开始了拯救猪猪的冒险之旅 就算是鸡蛋撞石头 他也决定撞一下 说不定还真的把石头撞烂了呢 小美一路追着送猪猪的卡车 结果在路上碰到了一伙独特的劫匪 他们打招呼的方式是撒花瓣 行动之前还让别过把挨拳带系好 在隧道里逼停了卡车 救出猪猪后 鸡鸡终于晓得这群劫匪到底独特在哪了 毕竟有趣的灵魂到处都是好看的皮囊 才是外里挑衣嘛 原来这群劫匪是美国的动物保护协会的 领头的梅西告诉小美真相 原来这个选猪大赛是个骗局 其实这些超级猪都是北法魔女公司搞的转基因 他们在成千尚未长相奇怪的转基因猪里 选了26头长的乖的猪来搞这个活动 为的就是让全世界放心吃这个品种的猪 所以他们决定给猪猪带上监视器 让猪猪去纽约录下被虐待的视频 就可以在大赛上把这个黄言揭穿了 你同意我们这样住吗 我只想带猪猪回家 嗯他同意 他们在寄托萨子呢 就因为翻译 略翻译了一句 猪猪被送去了米国实施他们的计划 既然是选美大赛 那当然是开哪头猪的肉美味咯 每个部位的肉分别打分 综合最高的就可以获得世界母猪的称号 为了让猪猪展现出最好的状态 大明星在后台对猪猪用心的鞭策 马上就要活体取揍了 大明星有点瑞旧 其实我是一个动物概夫者 欢迎我们的怪军 小美和他的猪猪 小美哪有时间管理杀着猪猪了 他只想找到他的猪猪 他千里迢迢带来别人家明天的柿子 给猪猪吃 在这一次猪猪却不买账 小美一看 原来猪猪已经被掠待成这个鬼样子了 台下的梅西号召动物保护协会 在大屏幕上放他们掠待动物的视频 现场一哈就掠了 所有爱动物人士奋起反抗 在大家的努力下 终于还是被武警打压了 为了救出猪猪 他们来到食品加工厂 果然这里有成天上外头超级猪 正在被铸成香肠腊肉 小美终于找到了正要被斩杀的猪猪 这时白发魔女的姐姐来了 你们这样住是不对的 小玩儿才分对错 成年人只开利弊 猪猪正要被刺死的时候 小美拿出了那个金猪 于是白发魔女的姐姐 终于被真挚的感情打动 决定放了他们 毕竟那只金猪还是挺值钱的 小美带猪猪离开时 一对猪爸妈把国内猪文冒死送了出来 差点就被工作人员发现 还好猪猪粉硬快 把这只猪文偷堵了出去 看到这儿 鸡鸡莫名的觉得有点燃 又有点悲伤 不管你啥子动物饱腹 还是飞嘴基因 小美只要的是她的朋友而已 于是回到老家的小美一家四口 从此过上了简单快乐的生活 关注谈词口水机微博 私信玉子即可获得影片资源哦 所以他们决定给猪猪带上监视器 让猪猪去纽约掠下杯 让猪猪去纽约 让猪猪去纽约 让猪猪去纽约掠下杯 让猪猪去纽约 就算是鸡蛋捕石榴 他也要鸡蛋捕石 鸡蛋捕石榴 鸡蛋捕石榴